美朗坊大师 美朗坊大师 一位美朗坊大师 美朗坊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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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到美朗坊纪念馆 哇哦 你看到了没 这个是梅兰芳大师的最有名的一出代表戏 叫《霸王别姬》 梅兰芳 梅兰芳是一位最有名的 Peking Oprah的一位 在北京欧洲的一位 在50年纪录中 他发展了和改变他的舞台 特别是他最喜欢的丹肉 他后来建立了 Peking Oprah的美学校 梅兰芳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他自己创了一个 即清衣 刀马 花旦 把这三个的特点全部揉在一起 梅兰芳 梅兰芳 was picking Oprah's very first global star in 1930 his performances in New York introduced North America to his dazzling costumes and exquisite artistry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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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们那时候 当时在演 当时演就演了木格战 它就是个刀马蛋 这是弓箭 你看这是弓箭 就射箭了一个弓 对 Baking Oprah Baking Oprah traces its origins back to the Qianlong's emperor's 80th birthday celebrations in 1790 The Hui Oprah performed on that occasion in the course of several years gradually combined with other traditional opera forms to give rise to the highly stylized speech and singing dancing and combat of Baking Oprah 你看有一个纪录片 它在这里 就是练剑 就真的是在这儿 对 就太极剑 你看他拿的那个剑是真的 不是咱们说 像舞台演出那个很重的 就在这个地方 皮腿半蹲 有这么一点 然后你看拿剑 这么 Hu温哥 was Mei Baojiu's Soul Nan Tan apprentice as such he's the third generation successor to master Mei Lanfang Mr.Hu does not come from a Paking Oprah background so he needed to work especially hard to develop the skills Mei Baojiu who is master Mei's son demanded only success from him never failure today Mr.Hu is the leading nan tan at the Beijing Paking Opera theater and a national first-class actor 我觉得这学问太大了 对对对 太极的剑 其实京剧京剧其实它并不是北京戏 为什么说它呢作为国粹呢它其实就是把 中国南北最好的精华吸收过来了 其实也是我们的国具了 第二次的国内 叫做电视连专专于 是在国内内 内 了解 做电视连专要 胡老师 您帮我带到这么一个好看的地方 吃宫廷茶点 这跟经济有关系吗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像我们唱的宫廷戏 像斯朗探姆 这种就是奇人的打扮 它这个就是有直接的联系 我再吃一口 杏仁这个豆腐 对 你尝尝杏仁豆腐 如果我能够解释这个英文 它是什么样的 咸鸡 但做成的鸡 多吃一点 谢谢 我是真的很喜欢 我给你说一件事情 你看我现在这么做 在我演那个京剧里边 我刚才说的就是穿的旗 就是宫廷的旗装 其实它也分 就是那个清朝的 皇妃穿的 或者是那个公主 我演的是公主 铁镜公主 你看我做就是这么做 腿就是这么做 你都生活这么多 对 它穿的是那个鞋嘛 鞋是有花皮底 就花皮底 它整个是这么高 其实你看比如这么做吧 它有这么高 它这个角色这么搭着 衣服就这么搭着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后来 那个旗袍 就是从那给它改良出来的 它在红豆心满转 在红豆心满转 在红豆心满转 它是个血液的艺术 它不是要那么像生活中那样的 那么生活化的 它还是一个大血液 我非常好奇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外国的 这个观众会特别想问 为什么那个时候 都是男生在表演 为什么咱们京剧 那个时候女生可能演得少 是跟社会当时有关系 当时有关系 因为那个时期是不允许女的 不要说是女的唱戏了 就是女的去到公共场合 都是不允许的 台上都是由男人来扮演女人了 他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传统了 单一的模仿女人 那是不可以的 因为京剧 戏剧艺术 它是要用功夫的 那是真棒的 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热情 在他们的眼睛 他们正在表演 这一个很大的场景 那里有很多战争 和战争 他们必须要确定 然后他们带着这种魔法 到场上 这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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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跟我的年龄差不多 甚至比我还要大 应该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了 现在还保留了 这是我师父给我留下来的 这种战争 除了一种战争 的优优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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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应该是梅兰芳大师用的 运用的 对 你看 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可能我穿着有点小了 但是还是很精神 对 现在很难做出这样的一个衣服了 很难做出了 鱼姬 鱼姬 霸王别姬中的鱼姬的优像 天际 天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